实在不忍女童惨死 红秀柱带头喊出反对费死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 其他人每个人家庭的时候 你重视的人权 谁的人权 是害人的人权 你要不要重视被害者的人权 反费死红秀柱有所本 更要端出总统证件 因为再过不久 就要以国民党总统初选 参选人的角色 发表证件说明 北中南东 各一场证件发表会 而且是透过电视来转播的 民调会在他充分 有证件说明表达完毕以后 我们在适当的时间来进行民调 一场龙柱会破除卡住传言 要在短时间内 走完国民党史上 第一个总统初选 记者戴武林江长明 台北采访报导